说如果人潮多的时候 那真的是不堪设想 尤其现在百货公司周年庆开打 假日的时候一定是一大堆人 塞在百货公司里面 这时候呢有鉴于日前台南新营医院 不是大火死伤惨重吗 百货业者赶快在周年庆之前呢 就举行消防演练 要考验员工的应变能力 出来了出来了 百货公司施工不小心引发伙事 状况一个接一个来 保存员紧急疏散人潮 慌乱中有人跌倒受伤 还有消费者被困在电梯里 抢救人员立刻赶到现场 到了现场 周年庆即将开打 家喻人潮百货内恐怕几番天 有鉴于台南新营医院火警 死伤惨重 赶紧来个非常测验 在周年庆之前 希望从事这个演练 加促使我们所有的员工也好 所有的庄柜的这些厂商也好 更加的重视我们卖场的安全 万一如果没有做好一个人潮的管制的话 坦白讲会有突发状况的时候 会造成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事故 赶在周年庆前 百货公司首度公开演习 除了考验百货员工的应变能力 也要向消费者展示安全的购物环境 这期会刘树的装载SNG小组台北报道